哈囉,我今天想要來分享我去大阪買了什麼東西 那我等一下要出去,所以呢 就來速速分享一下我買了什麼東西 可是其實我買的東西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還蠻普通的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很愛逛很愛買的人 所以我買的東西都是 可能是大家一定會買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就是我真的需要的東西 然後大部分都是零食 用的東西比較少 好,首先先來分享用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來分享吃的 那我第一個要分享的是鞋子 我是在零空城Outlet買的 那是公雞排這個鞋子 但是盒子已經被我留在日本了 因為在整理行李箱的時候因為東西太多 所以就把盒子留在那邊 就只帶了鞋子跟這個袋子回來 就大家都知道公雞排嘛 然後不太知道他怎麼唸 所以我就特地去查了一下他怎麼唸 如果有唸錯的話 再就證我一下 查了之後他是唸 The Cooke Sporting 嗯,好像是法文 然後我買的鞋子是長這樣子 牛鞋 這樣 前面是白色 然後後面是灰色的 而且他還蠻便宜的 然後我跟我朋友買了同款的鞋子 他是買了深藍色的 然後我是買白色 可是我本來比較喜歡深藍色那一個 但是那個沒有我的尺寸 所以就該買這一個 然後我覺得買這個有點可惜的地方 是因為我原本就有一雙白色的Nike球鞋 然後結果又買白色了 但是他是後面比較不一樣啦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下一個是我在HMM 不是HMM 我在Forever21買的帽子 可是這帽子台灣好像也有 但是我就是沒有在管說台灣有沒有 因為我就是去逛 然後看到喜歡然後就買了 然後戴起來 就這樣 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顏色很好看 而且他的材質是有雞皮嗎 就是毛毛毛的那種 我覺得我本來不是一個很適合戴帽子的人 就是我如果買帽子的話 我要看版型 不然像有些別的比較扁一點版型的帽子 我就不適合戴 因為我可能這邊比較圈褲比較寬 比較高一點 所以就是要戴挺一點的帽子 然後有弧度的這種 才能夠比較修飾臉型 下一個是 也是在Forever21買的這個化妝棉 台灣也有 可是我沒有去注意說 跟台灣的價錢差多少 因為我就是需要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聽說是還不錯用 所以就買來用用看 接下來就是在藥妝店買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是洗臉的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還蠻好用的 就是系列蠻乾淨的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藥水 被蚊子叮的時候擦的藥水 之前我姐去日本的時候買回來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就再買了兩瓶回來用 再來這個藥是 呃吃肩頸痠痛的藥 因為呢我本身有肩頸痠痛的問題 就比如說太勞累或者是 電腦用太久的時候我就會 肩頸痠痛不舒服 然後就是我媽也會 就是腰痠啊什麼的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肩頸痠痛的藥回來 再來這個就是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嘛 感冒 日本的那個 藥妝店的感冒藥 因為我之前我男朋友給我吃 就快要感冒有感冒症狀的時候 吃的時候還壓得下去 但是如果你已經感冒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你已經感冒了 就是吃了可能就會壓不下去 就是我覺得它是適合感冒初期 就有一點症狀的時候 吃的時候會有效 再來是這個 Canmake的腮紅 這個大家應該也知道吧 就是我買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就沒什麼特別的 但就是想說分享一下 然後我今天用的腮紅就是這個 然後它是不是粉狀的 是要怎麼講 Cream Cream狀的 顏色就是這樣子 就是塗開的時候還蠻自然的 就是我臉上這樣子 再來是雪雞翠的東西 然後就是大家一定都會買 雪雞翠的洗面乳 然後我買了一盒回來 一盒裡面有六條洗面乳嘛 所以我就買了一盒 然後跟這個雪雞翠的BB霜 聽說也蠻好用的 所以就買來用用看 還有雪雞翠的化妝水 再來是這個面膜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買雪雞翠的面膜 但是那時候看到我朋友買了三盒這個面膜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也還沒剛好看到雪雞翠的面膜嘛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跟著他買 因為他說是Kevin老師推薦的 他買了超多Kevin老師推薦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也買一盒來用用看 再來是另外這個面膜 是我要送給我朋友的 好了就是用的東西已經差不多分享完了 剩下的就是在環球影城買的東西 跟在一些寺廟買的逛道的一些東西 其實沒有很多啊 一兩樣而已 然後這一個吊飾 在環球買的小小兵的吊飾 超級可愛的 耶 因為我們今年去不是有新的小小兵的遊樂設施嗎 所以我就想說買一個小小兵的吊飾 然後我買了這個小小兵的吊飾 是想說就是紀念一下我去環球玩過 再來是這個 好像是在京都買的 然後是要送給我阿嬤的 就是一個刺繡的類似手帕的東西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富士山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他打開就是有花櫻花啊 什麼的 然後他這邊就會有一個富士山 然後是赤秀的 然後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就想要買來送我阿嬤 再來是這一個牌子 也是在京都買的 它叫做油雞鴨的這個牌子 是賣化妝品跟保養品的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我一開始知道這個牌子是因為很久以前 小時候我審生送這個牌子的西油麵子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牌子看起來好有質感 所以這次去了也買了 可是他的品牌 他這個牌子就是算中高價位吧 它這個是西油麵子 可是呢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西油麵子上面會鋪一層蜜粉 所以當你在西油的時候呢 西油麵子上面的蜜粉就是可以蓋在你的臉上 所以就等於說你邊吸油邊補妝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蠻方便的 所以就買了一小個 那一小個裡面有 它一小個裡面有60張 因為我平常出去不是個會補妝的人 出去的時候出遊 我就只用衛生紙這樣壓壓 我就覺得用衛生紙壓壓就好了 現在買了這個就可以拿來用 好了用的東西差不多都分享完了 然後最後要來講我扭的這個扭蛋 這是我唯一一顆在日本扭的扭蛋 就是呢大家可能會很驚訝 因為呢大家去日本都會狂扭扭蛋 但是呢我就對扭蛋沒那麼大的興趣 我就覺得 就看到我一個非常喜歡 就是我看到說 喔好可愛喔 要轉的那種非常的少 但是那時候這一顆是在 到頓爵轉的 因為我看到我朋友轉出來的時候呢 然後就在玩 他的肚子 這樣一 然後我就覺得超級可愛的 然後我就想說我都沒有轉過扭蛋 所以我就想說來轉 就是轉他 這個超級可愛的 然後他臉還可以拉 然後就這樣肥肥QQ的 因為我一定要來分享一下 因為這是我唯一在日本轉的扭蛋 然後我朋友他們每次看到扭蛋都超興奮 然後都轉超多顆 然後我一顆都沒轉 所以我就要來特別分享一下我轉的這顆扭蛋 用的東西都講完了 剩下都是吃的 喔喔喔還有一個 這一個雨衣 是在便利商店買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買雨衣呢 因為我們那天要去環球玩遊樂設施 然後 呃在網路上面看到說 侏羅紀公園玩的那個會有水 就是沖下來的時候會有水漸起來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雨衣 結果根本就沒有噴石 然後就想說喔好吧把雨衣帶回台灣 因為這雨衣材質其實很好欸 它好像賣兩百台幣嗎 好像兩百台幣我忘記了 但是它材質是很好的 所以就想說買回來台灣可以繼續穿 好接下來就是吃的了 首先先講這個 那很多人都知道這個麥片吧 好我先來試試看看 因為它還沒開欸我先來試看看 它還有另外一個抹茶口味的 但是我沒有買抹茶口味的 我就買這個草莓的 很香欸 然後它裡面是像核桃之類的東西 就是長這樣子 好我來試看看 是核桃嗎 就是這樣 長得有點像爆米花 很脆欸 我本來以為是像核桃那樣咬下去會 硬硬的那種 結果沒想到是脆的 就跟餅乾一樣 還好不是像堅果那樣硬的 我就想說我拿來泡牛奶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怎麼咬 因為太硬了 然後它裡面還有 鳳梨嗎 應該是鳳梨 是軟的 還有草莓乾 草莓乾 應該是烘乾的草莓吧 好像好吃欸 等一下出去買牛奶回來 隔天當早 乾吃 再來是這個 一蘭拉麵 買回來給我爸媽吃的 然後我買了三盒 然後它一盒裡面有五包 然後買三盒回來 一盒要給我姐姐 兩盒就是我們家自己吃 啊我爸 我爸昨天有煮來吃了 我只喝了一口湯啦 我只喝了一口湯覺得 味道是有像在那邊吃的 可是就是還蠻很小碗 然後麵條很細 我一點忘記 我在那邊吃的麵條 有沒有那麼細 但是我爸就一直說很小碗 然後很鹹 然後我們是照 上面它膠的這邊煮嘛 就是450cc的水 然後我爸就吃了說 有就是吃到後面 一開始不覺得鹹 吃到後來覺得很鹹 所以它覺得可以加到500cc 或是550cc的水 所以就是買了三盒的一蘭拉麵 然後再來是這個 干貝糖 它不是糖果 它就是可能曬乾 欸不是曬乾 就是干貝 它就是干貝 然後我們家還蠻喜歡吃的 我來試吃一個看看 因為它不是每一家味道都那麼好 我姐之前去日本有自己買過一次回來 然後那一次的很好吃 可是後來她拖她同學買回來的 就比較沒那麼好吃 然後希望這個也是好吃的 它超級大顆 你看 比我眼睛還大 這是好吃的 因為我姐之前就要朋友買的是 它會有一個 好像是燒烤的苦味還是腥味嗎 我忘記了 可是這是好吃的 而且又只買了一包 因為我怕買了兩包吃不完 因為它海鮮嘛 我怕買兩包吃不完會浪費 所以就只買了一包 再來是這個 白色戀人 就是在機場免稅店買的 再來是這個奶茶 是在藥妝店買的 我們買的這個奶茶 是因為跟我們一起去的有一個朋友 她 她妹妹說超級好喝 然後還拖她買了五包 五包這個 我不知道可以喝多久 而且它裡面是粉 就是你這樣 因為它這邊有夾鏈袋嘛 然後你這樣一打開 裡面就是直接是粉 就是用湯匙來泡 因為它是很好喝 所以我就買了 到時候再看 是不是真的很好喝 好剩下真的就是一些 非常普通到不行 連台灣都買得到了零食 就是我買了一堆果實軟糖 會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買什麼零食 所以我就買了果實軟糖 葡萄口味的 就是各種果實軟糖耶 橘子口味的 小顆的果實 小顆的軟糖 然後我買了這個 薯條三兄弟 我買了一盒 但是我把它拆開了 他買了一盒這個 我沒吃過黑色的 我只有吃過紅色的 然後不知道黑色吃起來會怎麼樣 應該是巧克力比較沒那麼甜吧 就是黑巧克力之類的 然後跟這個 MOMO 水蜜桃口味的軟糖 再來就是 日清的泡麵 我會買這泡麵呢 是因為我男朋友很喜歡吃 然後 他原本還叫我買十盒回來 十盒耶 最後我只帶了七盒回來 然後我自己留了三盒 然後四盒給他 因為就是沒辦法 因為泡麵比較占空間 不然其實 我也是想要多幫他帶回來一點 因為他就是真的很喜歡吃 我沒有吃過原味的 我只有吃過 藍色 藍色包裝的 我覺得藍色包裝的很好吃耶 我買了這個原味的 跟另外一個 這個是比較濃郁的 日本的時候 有買一盒這個濃郁的回家 當宵夜吃 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藍色的 比較好吃 藍色的好吃很多 就是有點可惜 我沒有買藍色的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吃過 這個原味的泡麵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味道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只買了紅色包裝的原味跟濃郁版 好啦我已經分享完了 東西非常的少 然後也是比起其他人啦 因為 但是我覺得蠻後悔遺憾的是 我沒有在那邊買到衣服 我覺得非常難過 因為其實我們 呃 花在逛衣服的時間 並沒有很多 我們大部分都把時間 花在去藥妝店 就花了蠻多時間 然後還有逛 呃 新災場那邊的迪士尼 那我們排逛街的行程 就只排了 只排了一天版 欸不對 呃 確實來說應該是只排了一天 多 因為第一天 第二天我們去大阪城 然後下午就是排逛街 然後 中間那段時間 都是去 金板城 金板城那邊 然後一直到 倒數第二天的時候 我們 我們早上去吃神戶牛 然後下午又回來到頓爵這邊逛 所以前前後後其實 才花了一天的時間在逛街 我們也沒花什麼時間在逛衣服店 我記得我們逛衣服店 就只逛我們UNIQLO 跟WIGO 就這樣超級少 然後其他時間都在逛一些別的東西 然後 因為我在WIGO也沒看到好看的衣服 那時候有看上一件運動裙 可是 穿的時候覺得還好 沒有到說 喔超級好看我一定要買 沒有 所以我就沒買 我買衣服是還蠻挑的一個人 沒有到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我就不會買 到最後一天 第八天要回來台灣的那一天 我就想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就覺得 我都沒買到衣服 我一定要買衣服 然後 因為我們最後一天沒有排行程 最後一天我們是五點多的 下午五點多的飛機要飛回台灣 然後我們是早上十點就check out 然後check out之後我們就往 零空城outlet那邊想說 在那邊逛逛逛逛逛到時間快到之後再去機場 因為機場就在零空城outlet的隔壁嘛 對 然後那時候有在outlet逛一家衣服店 可是 我有試穿很多件 大概試穿了四到五件 它看起來是好看的 可是穿起來就沒那麼好看 所以最後我還是沒有買 這就是我這次日本的遺憾 還有另外一個遺憾就是 我沒有吃到大佛布丁 超難過 因為聽說很好吃 沒吃到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大佛布丁是在車站裡面 然後我們一直以為是在 是在外面 奈良那邊 結果不是他在車站裡面 我們去完奈良之後 直接在奈良那邊吃晚餐 然後吃完晚餐之後 就已經要八點多了 再走回來車站就已經九點多了 大佛布丁好像是九點關門 後來在網路上面查的 然後九點就關門 然後就已經九點多了 然後就吃不到 超難苦 就如果下次再回去大阪的話 我要特地去車站吃大佛布丁 有沒有覺得我很誇張 就是為了一個布丁 坐四十分鐘的車要去 那車站買布丁吃 然後今天分享的東西 就到這裡 其實還蠻少的 但是想說 分享一下我買了什麼東西 好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今天就到這邊 掰掰